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让你晚点换那个工资 他还想出一个办法 就是你换的越晚 那就可以换的越多 比如说你第二个月换的就是1.1倍工资 第三个月就是1.2倍 那到第11个月的时候就是2倍了 跌到最多可以跌36个月 到第36个月就是2.5倍工资 感觉好像还不错 但细细一想 这他妈不就是拖了我三年工资吗 白嫖我三年 这位拍摄视频的男子表示 江苏这家科技公司还有很多套路 用积分换工资是有附加条件的 第一个是公司要达到盈亏平衡后 实现年度盈利的利润为证 第二个是公司的现金流要具备积分兑换的能力 并且对公司的经营不造成任何影响 简单来说 就是公司得挣钱 还得是挣大钱了才能给你积分换工资 如果公司在财务上稍微操作一下 这辈子员工都别想积分换工资了 相关消息在大陆社交平台引发热议 网友直言 这就是妥妥的画饼冲击啊 寻找免费的劳动力为这家公司干活 四个月不发工资只是第一道坎 即便你工作了半年 公司没钱照样不发 这家公司是按年发工资 而且是有能力才发 且不能影响公司运作 影响公司运作了还是不发 这让员工吃啥喝啥 怎么交房贷 银行会认积分吗 另一位网友吐槽说 中国又开创新花样割韭菜 中国经济持续疲软 科技公司面临巨大压力 除了上面提到的积分兑换工资制度 近期还有不少科技公司为节约成本 开始实行共享程序员 共享设计师 共享财务等共享员工模式 降低了5%至10%左右的人力成本 引发热议 据中共官媒报道 交付工程师赵松松是一名共享程序员 在北京一家讯息技术公司内 他正忙着跟进项目进度 与他坐在同个办公区的同事们有不少和他一样 不止服务于这间公司 赵松松表示 做共享程序员 可以同时承接很多间公司的项目交付过程管理 我同时在做的项目有6至8个 现在整体收入比之前提高了约40%至50% 设计师梁星也是共享员工大军中的一员 在北京一家餐饮设备和技术服务企业 他的工作内容包括 与企业市场部负责人 讨论宣传设计 我们手上一般同时接两至三家公司的项目 工作地点比较灵活 报道称 在3至4月这个招聘旺季 类似的共享程序员 共享设计师 共享财务 成为不少科技型企业的用工新选择 这些员工一般不和企业签订固定合同 而是与企业就某一项目进行短期合作 北京某餐厨设备服务科技公司 市场部负责人王雪表示 公司会在一些平面设计项目中采用共享员工 例如给客户做一些企业介绍册等 灵活办公的设计师可节省人力成本 北京某财务收支管理科技公司 首席行销官蔡莉也表示 公司是一个创业公司 总人数不到600人 共享员工不到100人 但共享员工为公司节约了非常多的成本 共享员工的话题也引发热议 舆论普遍认为 共享员工存在很多潜在问题 大陆一位网友说 共享员工不就是外包吗 还不用交社保 打工人被拿捏得死死的 另一位网友认为 确实给企业省了不少支出成本 没有社保公积金待遇 员工出了问题 企业可以甩锅了 近期 中国科技公司裁员的信息在大陆互联网一波接一波 就在刚刚 我深圳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们公司开始裁员了 他也在裁员的名单中 这位朋友在深圳的一家大型知名互联网公司工作 年薪在百万级别 他在深圳有一套房子 房贷每月2万元左右 他现在对未来很迷茫 他最近一直在找新的工作 但是简历投出去 没有公司约他面试 我今年35岁 是一名互联网公司程序员被裁员了 我北漂工作11年 月薪5万多元 去年 由于我没有扛住内卷的压力 再加上身体方面的原因 我从一家大厂主动辞职 来到了这家创业型公司 没想到 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们集体被裁 原来30多人的团队只留下4、5个人来维护老项目 其实 中国新年前 我就有预感公司要裁员 由于大环境的原因 原计划要自主研发的项目 公司决定外部采购 降低成本 我的妻子目前怀孕八个多月了 我身上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压力无处不在 我也在寻找新工作 得到的回应不是公司没有招聘名额 就是要求35岁以下 有关中国互联网公司网易裁员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 大陆媒体披露 网易从2023年12月便开始进行了多个业务的裁员 重灾趋势网易传媒 游戏部门也有所涉及 网易传媒主要在1月开启了大规模裁员 涉及网易新闻 网易文创 网易公开课等多条产品线 内容 市场销售 产品等岗位均在内 各个业务和部门的裁员比例并不一致 根据内部人士透露 裁员比例在10%至50%之间 不过 相关裁员消息其后在大陆社交平台被全网删除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北京从事网络媒体业务的贺先生说 网信办和网管部门 对互联网内容的管控越来越严厉 许多业务无法正常进行 影响了互联网业务营运 他说 中国的整体经济环境转叉会影响到各个领域 现在网络监管越来越严 很多互联网公司很难维持下去 很多互联网业务没法开展 只有收缩业务 还有很多现金流不济的 原来各个网络公司自己雇佣的网监人员 又不产生任何利润 还不如裁员 目前 中国的失业问题严重 特别是最受外界关注的青年失业率 3月20日 中国政府第二次发布经修改统计方法后的青年失业率 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年龄层失业率为15.3% 相较头一次公布的数据上升0.7% 对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不少中国网民讽刺数据根本没有意义 一位中国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留言说 失业率是失业后进行了失业登记才算进去的吧 没有登记就不算了吧 水分还是有的吧 可想失业率得多高啊 另一位网友说 没用 因为真失业的根本不被统计 看数据没意义 看你身边的现实状况就好 中国青年失业率在去年的上半年逐月创下新高 6月一度飙升至21.3% 国家统计局随后宣布暂停发布该数据 引来盖牌之击 今年1月 官方推出优化过程后的数据 以及剔除寻找兼职工作的在校学生 仅以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寻找全职工作的3400多万青年为统计对象 不过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说法 将学生排除在失业率统计范围之外 与该组织制定的衡量标准不符 只要学生一直在找工作 这类的全职学生也会被纳入就业统计范围 据美国之音报道 位于台北的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张鸿远表示 中国政府虽然通过修正统计方法 促成青年失业率数据明显下降 但是当拿出同一个统计模型做比较 失业率又呈现增长 足以证明造成高失业率的根本原因并没有解决 张鸿远说 失业率会增加 我们认为 一方面彰显着它主力产业部门仍然没有复苏 二来 从事经济吸纳失业人口的能力 特别是年轻人口的能力还没有恢复 我们觉得这次已经是被评减和低估后的结果 青年失业率正式情况应该是在16%或17% 2023年6月 自985院校毕业的上海青年张成说 自己因为找不到一个可以满意的正式工作 目前只能靠灵活就业为生 他无奈地表示 自己理应是要被列在失业统计数据中 但若是像他这样的人都被视为失业人口 政府面子恐怕会挂不住 对于自诩为失业率人口一份子的张成而言 不论统计方法如何改变 失业率的数据如何被优化 现实就是 年轻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所以只好躺平 当一个十步青年 在长期对未来感到绝望之下 微信朋友圈近来热传名为十步青年贴文 条例包括不结婚 不生小孩 不买房 不入股市等具体化的躺平作为 张成自嘲说 相较于官方强调经济运行稳中有升 年轻一代却是稳定躺平 不想起身 他还说 一些大学同学因为预期毕业后工作不好找 所以选择继续攻读研究所 然而 这只是在逃避问题 谁能保证两年后就业市场会好转 眼下看来老人不想退休 大学毕业生却是越来越多 未来机会只会变得更渺茫 据中国教育部统计 2024年中国普通高校 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79万人再创新高 这也表明今年夏季将会出现更大的就业压力 英国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 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林浩波表示 中国每年约有1000万到1200万应届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 在以前经济良好增长的年代 私营和国有企业能够为他们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但是 中国近年来对企业加强监管打压 以及大环境经济低迷 要将这些心血纳入劳动市场变得越来越困难 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已经不只是年轻人的危机 就连一些在职场打滚多年的上班族也有可能受到波及 任职于深圳互联网企业的Mia说 如果大型民企也得扛起所谓的社会责任 也就是裁掉大龄员工 给校招生让位 目的当然是让年轻人的失业率数据不要太难看 Mia告诉美国之音说 我们就是会接到比如说深圳市政府的这种通知或者是公文 今年深圳市可能就是有多少大学生要毕业了 大的企业的HR人力资源部门 都是会接到政府的这种需求 就是你们会有多少一定比例的 给校招生的岗位要放出来 中国职涯规划师Luca也说 现在政府的态度很明显 就是要保住年轻人放弃中老年 因此企业会减少35岁以上的工作岗位 放给年轻人一些机会 Luca指出 35岁以上的年龄层身上该有的房贷车贷都差不多背满了 也就是说他们的贷款额度没了 能创造的市场价值自然变少了 但是年轻人不一样 只要有工作就有充裕的贷款空间 这样才能刺激消费 创造出更好的整体经济数据 米娅认为 年轻人虽然有比较便宜的优势 但是素质参差不齐 工作状况不稳定 但是政府明摆着给民企定出了绩效指标 最后的解决之道就是企业内部清出一些可有可无的职位给年轻人 过了几年后 再把这些人洗掉 换上新的一批年轻人 如此周而复始 帮政府消化特定年龄层的失业率 中国官方4月16日公布第一季的经济增速 同比增长5.3% 优于外界预期 官方说这代表中国经济今年开局良好 尤其规模以上工业年增6% 最为亮眼 不过 路透社此前公布了一项 针对86位经济学家的调查 预测中值显示 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将放缓至4.6% 恐创下30年来排除疫情期间的最低增速 经济学家们还预测 中国2024年经济增速仅4.6% 明年增速可能进一步减至4.4% 这说明了中国经济仍未走出困境 调查还显示 2024年的消费通胀率可能从2023年的0.2% 回升至0.7% 这也远低于政府设定的3%左右的目标 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 助言员王国成说 多数经济学家先前预估的数字是有理据的 因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 首计固定资产投资年增4.5% 消费年增4.7% 进出口额衰退0.7% 均值就约是4.6% 但反观官方的数据 年增4.5%的固定投资 却能创造出6.1%的工业增长值 王国成说不太合理 此外 国企固定资产投资首计年增7.8% 政府债务却未显著增加 在对照许多省市叫停基础建设的情形 也起人疑斗 然而 超乎预期的GDP增速 却仍让中国股民愁容满面 据财联社报道 深层指4月16日下挫于2% 户指也跌了1.53% 创业版指数的跌幅则达到1.67% 该报道统计 户深经三大股市 当日走跌的个股约5100支 其中近1300支个股的跌幅于9% 近300支个股更跌超11% 部分微博网民形容这波跌势为 千股跌停 血流成河 一名拥有84万粉丝的财经博主 发帖质问 A股跌成这个熊样 经济数据再好 有人性吗 惠玉已经将中国主权性贫展望 下调至负面 理由是中国近年来的 巨额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增加 轻蚀了预算储备 这将给公共财政带来风险 中国3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增速拒减 而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降幅扩大 这表明通缩压力 仍是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威胁 仍是我懵徒刘理她